阿子回来那天,府外大雪纷飞,府中那棵梅花树压满双雪,几近折断,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唯有阿子仍旧是一席熟悉的红衣静静站在风雪中,他身上血迹斑斑,从前他那一身的凌人傲气,似乎也颓然不少。 他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捶泪,却足够让人为他癫狂。 我看见许荣最爱的那本书《坠落雪地》,他正正望着阿子,好像生怕是一场琉璃梦境,一眨眼就碎了。 他几乎是跌跌撞撞朝阿子跑去,红了眼圈,声音发颤,冉冉。 我将柴房门关上,静静看着即将出锅的松膏,有些出神。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外头下人小声嘀咕,那就是之前的下家大小姐吗? 怪好看的,我瞧比他妹妹好看。 据说大小姐本来就与二少爷早有婚约的,两人情投意合,只是少夫人从中阻挠,非要嫁给二少爷。 我瞅着若不是夫人善度,少爷不至于道如今仍不曾耐窃,也不至于无有意子。 老夫人言语里的惊与喜交织在一起,然而,你怎么弄得一身是伤? 阿子静默良久,忽然放声哭起来。 自小一块长大,他从来都是天之骄子的模样,我亦从未听见他哭成这样。 阿子被休了。 他曾经执意要嫁过去的岳州大族曾家大少爷,暴虐无常,为了一个小妾对阿子拳脚相加,将阿子赶了出去。 向来说话轻柔的许荣听了,圣怒至极,一边安抚阿子,一边派人去找寻大夫。 他说,然然,莫怕,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老夫人恋爱地说,然而无论财品容貌,自然是要胜过他妹妹的。 嘶,指尖疏然刺痛,我低头看去,才知菜刀误伤了手。 我将松糕从锅中取出,切成了八块。 那年许荣说过,他最爱我做的松糕。 我突然有些忘了,这口锅陪着我有多久了。 哦,是了,如今许辅不再是之前那般落魄到顾不起吓人了,早已恢复了往日荣光,也自然不需要我了。 不知在柴房站了多久,我慢慢拿起一块松糕,咬了一口。 奇怪,即日的松糕有点苦。 砰,柴房门被推开。 几片雪花夹杂着冷意落在我脖子上。 许荣走进来了,白袍裹着的冷意并不比风雪暖多少。 他瞳孔黑漆如墨,一如既往深不见底。 阿月。 他说,阿月,你若不许冉冉进门,那你就走吧。 他也深信不以我善度。 他指尖夹着一纸修书。 眼瞼一盖,那对着阿子时动容的神色在我这里化为一片冷记古坛。 我抬头看着他,他也看看我。 没有犹豫,没有动容,没有多年的夫妻情深, 他眼底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平静。 凉酒,我轻声说,好。 许荣似乎正要松一口气。 我从他即将放下的手中抽走那纸修书, 迈开腿绕过他。 他浑身一震,僵在原地。 我走到柴门口,风雪扑在我脸上, 我将修书塞进袖中。 对了,阿荣。 今日的松高忘记放膛了。 我早就没多少东西留在府中了, 只是简单收拾打包。 许荣站在梅花树底下, 好像不信我会走那样, 见我转身时, 他忽然也背过身去。 我走出了徐府, 天像睡不醒那样, 昏昏沉沉一片。 一片片雪花裹着寒意和萧瑟, 飞落枝头、墙角、衣帽上。 我裹紧衣裳, 眯着眼望着漫天飘雪, 忽然想起嫁入徐府第二年。 那年, 徐老爷因受朝中人牵连入狱, 府中顶梁柱倒了, 许家大少爷为营救老爷出狱四处奔波, 从马上衰落意外离世, 老夫人急火攻心病倒, 而许荣自小病弱, 也受风寒卧病在床。 那时府中一片萧瑟, 也下了似今日这般的大雪。 许荣病中紧紧抓着我的手, 咳嗽说, 阿月, 你待我真好。 若我能好起来, 今后你我夫妻二人,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是啊, 是啊, 我待他真好。 好到我曾天真的期望, 他自此就将阿子放下了, 真会与我白头偕老。 少夫人, 身后忽有苍老声音轻声叫我, 我回头是府中老仆, 他将一个青色布包裹塞给我, 话语里有怜悯, 还有一些东西, 少夫人忘了带, 险些让你阿子烧了。 我接过手, 道了巨蟹, 又说, 秦伯不必再喊我夫人了。 包裹有些沉, 我想再看一眼徐府, 眼皮掀起时, 却又别过了头。 秦伯问我, 小姐今后往哪里去? 哪里去? 我恍惚了一下, 好像哪里都没有家了, 那就去哪里都好。 我慢慢朝前走去, 去在不必与他们相见的地方。 离开前, 我隐约听见阿子声音从府中传出, 虚荣, 你如今说话不会结巴了哩。 我不知自己漫无目的地走了多久, 路过一片片田野, 走过一座座小桥, 从大雪纷飞, 走至细细飞雪, 路上行人逐渐多起来, 时不时扭头疑惑地看我满身落雪。 后面, 我搭了一条船, 船开了许久, 下船后, 我又走了好一段路, 终于感觉到了疲惫。 我没问人这里是到了哪里, 似乎到哪里都不太重要了。 我只知道, 一定离许府很远很远了。 我去了一家客栈, 昏昏沉沉倒下就睡。 客栈不大, 老板娘很是大方温和。 后面躺着躺着, 我觉得自己似乎烧起来了, 头沉沉如装了石头, 又尖锐疼痛。 迷糊中, 我听见老板娘喊我的声音, 接着是她脚步匆匆进来, 摸着我额头呀了一声。 不知多久, 又有一条梁毛巾敷在我额上。 一些零零散散的记忆 逐渐拨云渐日般清晰起来。 我家早年经商, 和许家世交, 阿子和许荣自小定下娃娃亲。 阿子自小聪慧漂亮, 宛如蔷威娇艳, 而我与她相比, 自然相形见处, 不止爹娘更偏爱阿子, 街坊邻居也更喜欢阿子。 但临到该和许荣成亲时, 阿子却哭泣闹腾, 不愿嫁给许荣。 她说, 许荣不过家中树出, 她打小就病奄奄的, 还结结巴巴, 我不喜欢她。 爹娘向来疼爱阿子, 无奈只得重和许家说好, 由我替阿子嫁给许荣。 我从不觉得难堪, 甚至觉得有些庆幸。 那是许荣呀? 是我自小就偷偷喜欢的少年。 大婚那日, 许荣掀起我的红盖头时, 我见到她眼里藏着思虑妄想般的蜥蜴, 只是那缕星光, 在彻底看清我的面容时, 开始暗淡熄灭。 她勉强笑道, 阿月, 是你呀。 我挣了两酒, 她明明早知道嫁的人是我的。 她抱着的幻想, 就如之后的我, 在许府那样, 也曾抱着不切实际的妄想。 我昏昏醒来时, 心善的老板娘还在帮我换毛巾, 她说, 姑娘一个人孤零零的, 怎么就到这儿来了? 姑娘没有付家吗? 我挣了片刻, 说, 丈夫死了, 老板娘怜悯地看我一眼, 可怜无依无靠的。 她提到无依无靠时, 我呆了呆, 忽然笑出声来, 不, 不可怜。 自我小时, 娘亲总和我说, 月儿, 将来你若是嫁人了, 定要好好服侍夫家, 孝顺公婆, 你若是出嫁了, 夫家就是你的依靠了。 说得多了, 连我自己也慢慢相信, 倘若我出嫁了, 嫁一人, 就随一事, 永远不变。 所以当我嫁给许荣开始, 我就认定了, 此生就是这样了。 哪怕当许家潦倒时, 家中无人可依靠时, 我也从未想过离开。 许老爷入狱, 我为他东奔西跑, 营救他出狱。 老夫人和许荣病重, 我勤勤恳恳地照料他们。 就连后来许家改从商, 也是我想尽办法, 依靠从当年爹娘经商中学来的经验, 一点点慢慢帮许家生意做大。 后来, 我爹娘在运货中遭劫匪杀害, 家族中但凡男子都在争夺财产, 四分五裂, 那边早已不是我家了, 我更将许府当成余生的依靠。 老板娘惊讶地看着我, 我无声笑了笑, 她从来给不了依靠。 直到老板娘额头的毛巾 为我敷上那一刻, 我才莫地想起来。 想起这些年来, 但凡我生病时, 她何尝为我递上哪怕一碗热粥? 所有的苦难, 都是我一个人走过来的。 她从来给不了一点依靠。 哪怕如今落魄到这般地步, 我甚至都觉得, 比在许府要轻松温暖得多。 老板娘细细地打量我, 我坐起身来, 同她道了谢。 老板娘笑起来, 眼尾的鱼尾纹有几分温暖。 她摸了摸我额头, 说, 姑娘, 你回头看看。 我转过头, 窗外雪停了, 冬日的暖阳轻盈洒落进木窗。 我抬起手来, 暖阳在指甲盖上泛起营亮如梦的光。 从客栈出来后, 我沿着长街慢吞吞走着, 不时扭头观看路旁商铺。 路过一家酒楼时, 里头传出一道骂骂咧咧女声。 我往里看去, 见柜台处站着个紫衣中年妇女, 墨发晚起, 眉眼锐利, 气势凌厉, 手中拿着帐簿指着帐房先生骂。 昨天又喝酒了是不是? 这是第几次这样了? 要不是我今早留了个心眼来瞅瞅这账, 又得害咱酒楼亏多少钱。 老刘啊老刘, 不是我不讲理, 只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犯错, 我也不能再装眼瞎看不见了, 这袋子里的钱你拿着走吧。 唉, 帐房先生眼圈乌青, 神色伴最不省模样, 大概自知理亏, 也无话可说, 只好默默低头拿着一袋钱走出酒楼了。 老板娘还在嘀咕, 今年是怎么了? 请得帐房先生没一个靠谱的, 感情是犯了太岁。 我转身朝酒楼里走去, 这家贺月楼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酒楼, 我本以为我这副有些邋遢的模样走进去, 会被小二赶出来。 不曾想小二见到我, 只是愣了下, 随即仍旧笑脸相迎, 客观, 请进。 我静止走到柜台前, 低声道, 老板娘, 这算账的活, 也许我能试一试。 老板娘闻声抬头看我, 谋底诧异一闪而过。 他将我上下打量片刻, 却也没怀疑我, 笑了笑, 又从柜里翻出一本就账簿递给我。 那好, 你且试试。 半个时辰后, 我将账簿递给老板娘。 老板娘接过账簿, 拧着眉头翻看, 越翻眉头越锁起来。 我心头也跟着他锁眉的动作, 敲锣打鼓, 生怕出了什么差错。 可自小我就喜爱跟着爹娘经商, 不同于阿子, 喜爱同贵府千金们打交道, 踏青赏玩。 我更热衷于拿着算盘计算琳琅满目的货物。 算账对我来说, 已然不是什么难事。 正当我担忧是不是当真出错之时, 老板娘一个熊掌拍到我肩膀上, 险些没将我拍歪了肩, 她哈哈笑起来。 谁说姑娘家算不会账目的? 瞧瞧这姑娘, 年纪轻轻的, 可算得比前面那些个一把年纪的 酒鬼们快诱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真好。 离开徐府, 原来我也不是活不下去的。 很快我就知道, 这家酒楼之所以这般出名, 是有原因的。 老板娘不仅热情大方, 楼里伙计也都勤勤恳恳, 对来往的客人, 不论看着是贫是负, 都一概热情招待。 忙碌完一天打样后, 大伙都坐一桌子, 吃起了饭菜来。 老板娘又问了我, 阿月不是本地人吧? 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 可是有亲戚在这儿? 我如实道, 爹娘不在了。 老板娘顿了顿, 一时哑然, 片刻才问, 阿月未曾婚配吗? 我只觉得心头越发平静, 丈夫死了。 徐甫是一座铜墙铁壁的牢笼, 当我决定踏出他的那一刻, 从前在里面低眉顺眼的我, 已经死了, 许荣也在我心底死去了, 桌上的人都同情地看着我。 接下来, 我的碗里被堆满了小山斑高的食物, 大伙纷纷给我加菜。 哎呀, 别说这些了, 多吃点, 来来来。 阿月看着怪兽的, 是该多吃点。 这肉好吃, 老方你少吃点, 留着些给阿月吃啊。 我想说句谢谢, 让他们自己吃就好, 可看着堆得尖尖塔般的饭菜, 我却觉得鼻子有些酸。 我将头几乎要埋进饭菜里, 不断扒拉着吃起来, 好眼是酸色发红的鼻尖。 只待我吃完后, 大伙儿也都吃饱了。 我起身时, 呼得听见细微声响, 下意识低头看去。 有一团小奶猫偷偷摸摸跳到桌子上来, 浑身雪白, 毛茸茸跟雪球似的。 她的肉垫子扒拉着残羹剩饭, 想找点吃的。 等她上桌, 好像突然发现了我, 一惊, 整个雪球就往桌下滚。 我连忙伸手托住她。 她毛茸茸的脑瓜子, 先是倒立着, 坠落在我掌心, 随即趴下, 奶兄奶兄朝我哈了好几声, 试图威胁我。 我忍着没有笑出声来, 小奶猫从我手心跳下, 忙不迭地跑掉了。 我忽然见到她左耳上, 有一块黑色胎迹。 那一抹胎迹, 如同一道雷鸣闪电, 疏然刺入我眼中。 我挣了两酒, 年年如果还活着, 如今也有六岁了吧。 她的耳朵处, 也有这么个胎迹。 此刻, 徐甫。 许荣已经记不清 有多少天没有睡好了。 她刚刚在书桌前捧着书, 看着看着, 又昏昏沉沉睡着了。 睡醒时, 她无意识地轻声说, 阿月, 我想念你做得松高了。 房里丫鬟面面相去。 她眼里迷离的光, 这才逐渐退去, 慢慢坐正起身子来, 一言不发, 仿佛刚刚只是她梦意一般, 已经忘了。 她从桌边移来一块咽, 取了墨, 慢慢研磨开来。 可刚磨磨, 脑海中却不受克制地想起 阿月之前静静站在她身旁, 低头为她磨磨的模样。 冬日时, 她身上会有淡淡的梅香味。 养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用的? 叫买几块松高磨磨蹭蹭的, 是乌龟抬着你去的不成。 真是废物。 夏冉又在门外训斥丫鬟了。 被训斥的丫鬟委屈地把一盒子松高递给夏冉, 奴婢不是有意的, 只因左雪刚化, 路上滑, 不敢走太快。 夏冉瞪了她一眼, 还敢顶嘴。 丫鬟只得憋了回去, 暗暗复义, 还是原来的夫人好? 起码, 之前夫人从来不会对她们大吼大叫的, 也不会以止气使她们坐着坐呢。 之前到底是谁讹传的, 说得上一个夫人那样坏。 老夫人近日因为风寒, 身子有些不适。 她正卧在梨花木床上, 身边是几个丫鬟服侍着。 虽然老夫人一言不发, 丫鬟们也都看得出来, 老夫人估摸心底也在暗暗后悔。 原先少夫人在时, 老夫人总爱对她挑三拣四的, 责备她这里做得不周到, 那里不够完美。 从前少夫人成日里忙忙碌碌, 不仅要顾及府内, 就连许府在外头的生意, 许多大事还得过问夫人。 少夫人只是默默听着, 也不抱怨一句。 可现在的新夫人, 对老夫人更谈不上什么用心了, 就连老夫人病倒了, 也只是象征性过问一句, 再无其他, 好像她死活与自己无关。 丫鬟们都知道, 老夫人铁定肠子都毁清了。 只是谁怪当初老夫人自己高高兴兴, 要下冉进门来的呢? 阿荣, 你试试这松糕, 昨我听你说想吃了, 今日专门叫人买给你吃的。 下冉笑盈盈地将一块松糕送到许荣嘴边, 许荣接过手, 咬了一口, 松松软软的, 可好像有哪里不一样, 说不出哪里不好吃, 不像从前的味道, 不像她做的那样。 见许荣正在那里, 下冉挽起她的胳膊, 笑说, 阿荣, 你不是在忙着生意, 就是在看书, 也太无趣了些, 你瞧瞧, 外头天放晴了, 你和我一块儿去散散步, 好吗? 下冉摇晃着她袖子, 你都好久没陪我了, 一块儿去走走吧。 她笑盈盈地看着她, 许荣却被她谎得有思虑烦躁, 阿月就从来不这样, 她不会在她看书的时候, 这样进来嚷嚷闹闹。 哦, 对, 阿月也喜欢看书, 她会坐在一旁, 静静地捧着一卷书看。 她又想起年少时, 阿月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背影, 她仿佛能在她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 不受宠爱, 活在阴影中。 她捉了许多萤火虫送给她, 只想逗她一笑, 她笑的时候, 她便觉得自己的灵魂 好似也跟着发光起来。 她和她一块儿躺在河边草地上, 手臂枕在脑袋后, 思绪徜徉在满天星星中。 她和她在一起的时光, 好像总是很安静的, 不说一言, 也能读懂对方的意思。 从不会这样吵吵闹闹, 可她还是和夏冉走出书房了, 在院子里散步。 走到一棵柏树底下, 夏冉指着高高的树棺, 笑着说, 阿荣, 我小的时候, 最爱把红绳挂在树棺上。 我十三岁生日时, 别的男孩子都爬不上去, 只有你爬上去为我挂了红绳, 你还记得吗? 许荣说, 记得。 她记得喜欢夏冉时, 为她什么都愿意去做。 她知道夏冉喜欢什么都赢过别人, 所以哪怕只是记个祈福红绳在树上, 她都要记在最高处。 可她不会爬树, 于是在夏冉生日前, 她急急忙忙去求阿药帮忙。 阿药平时最喜欢坐在树上看风景, 她手把手交踏, 她爬到树上, 低眸看向她时, 额前几缕墨发在风中飘动, 宛如一只轻盈起舞的小精灵。 阿荣, 阿荣你在想什么? 夏冉推了推她, 指着枝头梅花, 这梅花真好看。 于是许荣折了一只梅花, 为她戴上。 她一袭红裙搭配梅花, 宛如烈火浓艳, 灼热得如夏日焦阳, 依旧是她不敢直视的模样。 夏冉笑盈盈的, 这梅花可真好看, 可惜了。 要是这园子能再大一点就好了, 想必会好看许多。 阿荣, 你这身青袍子不好看, 改日我让人再给你做一身, 会好看得多。 阿荣, 瞧瞧, 我站这花树底下好不好看。 你会画画我记得, 你为我画一幅好不好。 阿荣, 你别再干站着了, 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傻愣愣的。 她的画逐渐成了深井里传出般的模糊不清, 许荣沉默地看着她。 她的笑脸, 尖锐的话语, 一字字, 又画为冷冷针尖, 将小时候躲在暗处的她一点点戳穿, 露出她最阴郁低落的一面, 让她不受克制想起她娇艳的笑脸, 和不屑的话, 哦, 就那个结结巴巴的男孩呀。 什么? 她喜欢我? 就她呀! 可她拥有暖阳般耀眼的光芒, 足够她看一眼就心动。 但这一刻, 她却忽然觉得为她戴上梅花的指尖生疼。 她好像只喜欢追逐光的时候, 却不能忍受触碰烈日时被灼伤的刺痛。 好像这些年, 阿月给她的鼓励和安慰, 那些勇气和自信, 又要被她一点点浇灭刺破。 她冷声开口, 别说了, 吓然愣住。 她转身朝一旁的石桌走去, 坐下来, 不知自己在想什么, 似乎又昏昏沉沉睡着了。 她醒来时, 见到府中的老仆站在她面前。 她浑浑噩噩地问, 阿月呢? 她怎么还没回来? 她突然好想好想她。 老仆嗷了一声, 少夫人离开那天雪很大, 大概是迷路了吧。 许荣像被东风吹动在原地, 喃喃说, 我以为, 我以为她永远永远不会离开我。 老仆声音甘雅, 几年前, 老奴在房中烧盆炭时, 也听少爷对少夫人说过类似的话呢。 不过那时少爷病重, 大概是忘了吧。 唉, 老奴这一把年纪了, 是我自己糊涂, 记错了, 少爷这么言而有信的人, 应莫的话, 怎么可能会忘呢? 不知不觉中, 我已在酒楼里, 忙活了三个多月。 老板娘越发信任我, 有时候还让我主管进货的活, 有时忙了, 甚至会让我接替她管一段时间酒楼。 当然, 给我的钱也是最多的。 楼里小二总笑嘻嘻说, 老板娘都快把你当她女儿了, 不过她亲生的女娃娃都没你厉害, 要是你真是她女娃, 她现在可就不用愁她家那女娃娃, 脑袋笨如猪了。 老板娘近日一旦得空, 总要和我念叨几句, 哦, 对了, 阿月啊, 最近城东那个私塾教书先生, 老是来咱酒楼里, 说是想找个伴搭伙过日子呢? 他什么都没要求, 就说最好是死过丈夫的, 嘿, 也真是个怪人。 不过别说, 那小兄弟我认识他多年了, 是个秀才, 生得白白净净的, 模样怪好看的, 如今二十有妻了, 还未娶妻, 看着虽然不正经, 人其实怪好的。 我瞅着和姑娘挺般配的, 姑娘可要考虑考虑, 不知是生怕我一人太孤单, 还是怕那先生嫁不出去似的, 老板娘时常念叨这件事, 听久了, 我只是含糊重复说, 不用, 不用, 打烊了, 我还蹲在一旁, 等着那只小奶猫。 它来了好几次了, 起初总是吵我哈气, 到了现在, 也仍旧是警惕看着我, 直到今日, 我将提前准备好的食物 放在碟中等它吃时, 它的脾气似乎才好了一点。 这次吃完, 它倒是没有转身就开溜, 只是慢腾腾踩着猫步朝前走, 走几步还非得扭头看我一眼。 我跟在它身后, 年年, 你要去哪儿? 小奶猫喵了几声, 继续慢悠悠地走。 已是傍晚时分, 夕阳将天地蒙上一层绚烂如梦的薄光, 我的心情也不由地跟着变好起来, 慢悠悠地跟在奶猫身后。 不知走了多久, 我听见银诗声, 观观鞠鸠, 在河之舟, 我不知不觉停下脚步, 那一字一字, 就好像十三岁时的许荣, 眼睛蒙着一条绣着竹子的白丝巾, 努力地念着诗。 我说, 阿荣, 你看, 你不结巴的, 你只是害怕看见人, 蒙上眼睛, 你和常人无异。 我就站在他面前, 就好像他念的情诗, 都在为我念。 喵! 小奶猫的叫声, 把我拉出神游来。 它朝私塑里飞扑进去, 我一急, 也下意识扑了过去, 黏黏。 喵屋, 它像雪球一样, 朝教书先生扑过去。 教书先生猝不及防, 也下意识伸出手去接小雪球。 我看看捧住了小雪球的毛脑袋, 另一只大手捧住了他的屁股。 小雪球被我俩捧在中间, 竟舒服地伸了个毛腰, 眯着眼睛像尊不会白手的招财猫。 大概是我俩此刻的动作太过滑稽, 惹得台下学生哄堂大笑, 笑声仿佛能将屋顶掀翻。 我回头看向面前的先生, 那白镜的教书先生也恰巧扭头看我。 四目相对, 我一下认出人来, 干巴巴一声, 鹿, 鹿秋呀。 儿时的邻居。 从我嫁入许府后, 就再没见过他了, 不曾想他如今原来是到这边教书来了。 我本来想假装客套两句, 可一句话仍旧忍不住蹦出来, 你还喜欢我呀? 实在不是我自以为是, 只是他目不转睛, 和脸红到脖子处的模样, 和小时候跟在我身后嬉笑说话时, 一模一样。 喂, 阿月, 你喜欢经商? 我喜欢读书? 我俩多像啊? 以后你我将就, 凑合过日子好不好? 我都不知道哪里像了, 可就这一句不着调的话, 他跟在我身后叨叨念了好多年, 每回都这样从脸红到耳尖。 我实在很难假装眼下。 好半天, 陆秋哼一声, 把小奶猫捞过去, 听说许荣死了。 你还是这么语出惊人, 你从哪里听说的? 反正我就是听说了, 陆秋瞥了我两眼。 阿月, 你这些天还好吗? 我往私塾外走, 你来酒楼那么多次了, 你看不出来吗? 陆秋长红了脸, 谁说, 你怎么知道我去了? 拜托, 谁去酒楼老是只要茶喝, 还捧着书挡脸? 谁不多看你两眼? 说话间, 我已走出私塾好一段路, 已是初春时节, 冬季枯萎的花, 如今开始含苞待放。 我听见河流缠缠声, 叮咚清脆, 我随着流水声走过去, 是一条清澈小河流, 两岸之间横着一根独木桥, 在这片人烟稀少之处, 显得孤寂萧瑟。 我慢慢朝独木桥走去, 年少那会儿, 许荣痴迷阿子, 可阿子并不喜欢他, 阿子骗他蒙上青竹丝巾, 让他走独木桥, 他说, 荣哥哥你别怕, 你相信我, 我会牵着你走过去的。 可许荣走到一半时, 阿子松开他的手, 顽劣地跑走了, 圣许荣一人将在独木桥上。 我知道他向来十分惧怕独木桥, 总是走不稳的, 于是我第一次牵住他的手, 不敢出声, 陪他走过了独木桥。 我的掌心全是汗, 后来的我就像磨正了般, 总会一个人反反复复走独木桥。 走得多了, 我就连蒙着眼睛, 都能稳稳当当走过去。 我总暗暗期待, 期待有一天, 我蒙着眼走在独木桥上时, 他会突然出现, 牵着我走完剩下的路。 可等阿等, 等到阿子再次出现那天, 都再没等到。 时隔多年, 我闭上眼睛, 仍旧稳稳走过了独木桥。 脚刚踩上青草地, 耳边疏然传来轻颤声, 阿月。 熟悉到我以为是幻听。 阿月? 我被揽入一个久违的怀抱中, 我睁眼, 见到许荣的脸。 他眼中的欣喜 和失而复得的神情太过陌生。 他说, 阿月, 我想你做得松高了。 我, 我好想你, 我找了你好久好久, 他急切到嗓音有些含糊。 我问了好多人, 打听了好久, 才有人说看见过你。 我一路兜兜转转,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 我, 我想, 你和我一块回家去, 好不好。 他伸手想触碰我的脸, 阿月,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不是未曾设想过, 假如万一, 有一天, 我们再碰面了, 会说些什么, 该说些什么好呢? 我想过千万种可能, 可能我仍旧放不下他, 可能在听见他声音那一刻, 会忍不住委屈, 可能。 只是当他再次 切切实实站在我面前时, 我心底却浮出一道 更清晰无比的声音, 再说, 阿月啊, 其实原来, 你比自己想象中 更放得下他。 也许您以前对他的喜欢, 有一半的原因, 是在他身上, 怜悯你自己的影子。 我拨开他的手, 声音很轻, 所以呢? 许荣, 因为你说想念我做得松高了, 我就要像累死累活的牛马一样, 回去府里, 忙忙碌碌做给你吃吗? 因为你辛辛苦苦找我, 我就该泪流满面, 感动得和你回去吗? 许荣正正说, 不是这样。 阿月, 我想明白了, 我不会再那样待你了, 我。 够了许荣, 我别过脸, 你想明白了, 可是我也想明白了, 我离开那天, 在大雪天里走的时候, 其实我还没彻底想明白, 还带着点不切实际的念想。 我还在傻子搬倒, 等你跑出徐府, 等你来找我, 等你能主动牵我的手一回, 等我们还能共白头。 于是, 等到那场大雪停了时, 我也就想明白了。 许荣, 是你还没想明白, 不是谁都能像根木头, 数十年扎根在原地, 傻傻等谁再来找自己的。 你只是等了三四个月, 而我已经等你十几年了, 实话说, 我厌倦了, 当我发现自己一个人 也能活得好好的, 甚至比在徐府时 还轻松愉悦时, 我突然觉得, 真好。 没有你的日子, 其实挺好的。 许荣的脸一寸寸苍白下去, 她死死抓着我的胳膊。 不, 阿月, 不许你说这些话, 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会改的, 我真的会改的。 生怕我烟消云散那般, 她抱得我呼吸难受。 喵! 许荣舒然思一声, 松开了手。 小奶猫咬了她一口, 我转头, 陆秋站在一旁, 笑看着我。 哎, 阿月, 我怎么听说? 你丈夫早死了。 许荣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我, 不知有没有认出陆秋来, 只是脸色比方才更白了几分。 她身子有些颤抖, 好像变成了一颗孤弱的小草, 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她突然红着眼, 朝陆秋冲转过来, 阿月是我的, 不许你抢走她。 我吓了一跳, 手一伸, 迅速将陆秋拽开, 别发疯了。 你想将她撞河里去吗? 许荣眼尾红地仿若低血, 拳头紧紧攥着, 好像用尽全身力气, 才没有横冲直撞过来。 我拉着陆秋背对她往前走。 许荣低声说, 阿月, 前两日, 我和夏染合离了。 在她生日那天, 她远远看着我, 唇半褪色苍白, 似乎想告诉我, 她已彻彻底底, 决心不会再爱着阿子了。 我停下脚步, 片刻, 低头摸着小奶猫左耳说, 你呀, 许荣, 你永远会记得阿子生日的, 却不会记得, 那天也是年年的忌日。 许荣挣了半赏, 脸色已然煞白。 是啊, 我和她本有一个孩子的, 只是她四岁初春那时, 因病离世了。 可许荣却只记得 那天是阿子生日。 她摇摇晃晃着, 身影突然渺小了, 就像小时候我见到她时, 那个蜷缩着躲在角落处, 不被爹娘喜欢。 还会被街坊同龄人 欺负的男孩。 她声线在抖, 阿月,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捂住了耳朵。 可许荣呀, 你已经丢下我很久很久了, 就像一块被你丢弃不爱吃的 没有糖的松糕。 而我也已经习惯 没有甜味很久很久了, 却不能再去忍受 没必要的苦涩了。 我又有两个多月 没见到许荣。 近日, 我总在盘算积攒的钱, 想着以后攒够了钱, 去开个自己的小商铺。 老板娘偶然得知我的念头, 笑说, 阿月这么聪明的姑娘, 到时候铁定能成, 可惜了, 我在上哪儿找你这样的好帮手。 她一边唉声叹气着, 一边又凑过来说, 阿月, 你要多少银两? 我也给你凑一份, 我看好你。 路秋时不时就来酒楼, 只是来酒楼不喝酒, 总要喝茶。 她没有问许荣怎么还活着的事, 只是壮若无意说, 前几日我一个就有从晚舟来, 也是做生意去的, 提到许甫, 说是这半年来许家生意变差了。 说完, 还停下来看我做什么反应。 我只是抱着小奶猫当枕头, 打样后, 我在柜子里翻出之前秦伯递给我的包裹。 我打开它, 里面是我旧时的一只木簪子。 一本随我嫁入府中的诗经, 和一条绣着青竹的白丝巾。 顿了片刻, 我拿起了丝巾。 我就很想再走一次独木桥, 只因自己想走。 我蒙上丝巾, 鞋子踩在独木桥上。 做过太多次的动作, 以至于到现在, 我仍旧能平平稳稳地在上头走。 花香和青草香味随着春风扑入鼻尖,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再如儿时那样期待有谁出现, 可身后不远处, 却传来许荣的声音, 阿月。 显得疲惫又孤独, 我的脚步微顿。 这时, 舒然有一只大手牵住我, 和荣荣春光一起覆盖下来。 那人笑道, 喂, 小木头, 你以前说过, 你走独木桥时, 从来不习惯回头。 它的掌心仿佛拥有无尽的力量, 好像我不需努力稳住步伐, 它也能轻易带我渡过西河。 我愣愣地跟着那只手走到了对岸。 我摘下丝巾, 陆秋笑着朝我眨了下眼睛。 许荣在身后喊我, 带着四缕绝望, 阿月。 我终于看向它, 它还是如从前那样, 不善走独木桥。 它摇摇晃晃地想走过来, 紧紧看着我。 它眼里暗藏星光, 像再搏什么, 就像我俩大婚那日一样。 它朝我伸手, 我挪动不了一点脚步。 它从桥上滑落下去, 不知是故意还是意外。 扑通。 我觉得自己在看戏台演出, 从头到尾是戏外人。 我知道河水不深, 而它会有水。 它从河里浮出来, 脸色煞白看着我, 睫毛挂着滴滴水珠。 我松开手, 丝巾从岸边飘落入水。 许荣呆了一下, 认出是什么, 突然嘀吼了一声, 想由过去抓住它。 别找了, 许荣。 如果你我就到此为止, 兴许我还能记得 从前你送我萤火虫的时刻。 如果你还要继续烦我, 我对你的印象 只会越来越差。 我一开目光, 朝远处走去。 身后溪流声 逐渐掩盖住 许荣不知在说什么的声音。 穿过一片小树林, 是一条田间小路, 路两旁开满了蓝色小野花, 迎风摇曳。 阳光很大, 心情很好。 我逆了路秋一眼, 你怎么知道 我小时候说过那句话。 路秋又轻哼一声, 怎么着? 只许你一个人走独木桥, 我就不许完了。 谁让你每次蒙眼走独木桥 都那么全神贯注, 连我在你身后都不知道。 你看不见我在你后面, 现在我就只好走你前面了。 我低头想了想那场景, 莫名有点想笑。 喵! 阳光下, 有一团毛茸茸的雪球朝我俩扑来。 我连忙伸手, 路秋也急急忙忙地要去接。 我拖住了小奶猫的屁股, 路秋捧住它的小脑袋。 小奶猫又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喵! 故事二。 劫匪头子长得很凶, 胡子拉叉, 张口就是粗话。 我害怕, 但我没得选, 他在觉得我可怜, 也不可能放我回去。 他说, 不能坏了规矩。 我就这么留下来了, 没人来找我。 劫匪头子觉得他对我很好, 他会给我买新衣裳, 也不让我像其他富人一样干许多活。 他让我做的最多的事, 就是替他的伤口上药。 自制的金疮药, 敷上去刺着疼。 可我还是会用力暗暗, 疼得他呲牙咧嘴最好。 劫匪头子不明白, 我为什么一点也不感激他。 我没杀你, 还让你当压债夫人, 你居然故意让我疼。 我好好一个大家闺秀, 被你劫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关着, 你还要我感激你。 他摸着胡子笑得猥琐, 瞧你这话说的, 在哪儿关着不是关着。 我用力拍他的伤口, 如愿以偿地听到他的嚎叫声。 劫匪头子年龄不算大, 只是蓬头垢面, 流里流气, 怎么看也让人难以喜欢。 我一脚把他踹下炕, 脏死了。 他委屈极了, 你在家里也这么凶。 我在家里。 我想了想, 在家里确实不这样。 大姐性格孤高, 小妹骄纵任性, 爹娘已经被他们占据了所有心思, 没有我发挥的空间。 但我都当压寨夫人了, 难道还要缩着头当安纯? 既然我们成亲了, 那就得好好立规矩。 我龙飞凤舞地写下一篇家规, 包括但不限于土匪头子的个人卫生二十条。 他看看那张纸, 又看看我, 重复几次之后, 他说, 天杀的, 你怎么知道我巨内? 土匪头子姓柳, 名静和, 十分书生气的名。 本来我觉得这名被糟蹋了, 没想到头一洗胡子一刮, 竟还是个小白脸。 我算是明白他为什么不讲究了, 这么翘生生往男人堆里一站, 得打多少架才能服众。 夫人, 他换上干净衣裳, 坐立难安, 这也太不舒服了。 说着, 就想拖了去换那堆抹布。 我眼刀一横, 他扇扇缩回手, 要被兄弟们笑了, 完蛋玩意儿。 见我眉头到处, 他打了个机灵, 高大身躯一抖。 边往屋外躲边小生面, 真是, 怎么讨了个母夜叉。 柳静和, 你给我滚回来。 我傻, 我才不回来, 气笑了, 这么个人, 怎么就落草为寇了呢? 如今虽说算不得盛事, 却也太平, 说负不清, 却也不至于承担不了。 柳静和回来的时候, 给我带了一捧山间野花, 也不知道是谁教他的。 他也惯了, 不喜欢凡俗规矩, 却不吝啬讨我欢心。 偶尔他也会问我, 你怎么从来不说 自己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 我每次都要抓下几把头发, 才知道送什么。 还好抓的不是我的头发, 不然我可就秃了。 我沉默片刻, 才道, 说了也没人听。 大姐是远近文明的才女, 她喜欢藏书, 小妹是远近文明的美人, 她喜欢胭脂。 她们的喜好, 便是在我家偷粮的老鼠都知道。 可无人知道我喜欢什么, 其实也不是没说过, 我喜欢单轻, 只是没人记得。 上好的文房四宝堆满了大姐的库房, 各色胭脂常被小妹随手露下, 我却连她们不要的也不能剪。 为什么? 谁知道是剪的还是偷的? 柳靖和皱眉, 想了半晌, 娘子, 你不是亲生的吧? 真不是就好了, 可惜我的眼睛像娘, 嘴巴像爹, 谁看了也要说一句 是你们老烟家的种。 柳靖和嘖嘖称奇, 没见过这样的。 没事, 娘子不就是单轻吗? 我给你找师父, 咱在寨子里一样学。 我承认那时候的柳靖和 让我忘乎所以, 可惜柳靖和也失言了, 边关告急, 他要去参军。 我觉得他脑子有问题, 太平的时候他要当贼, 打仗了又要去当兵。 柳靖和却一反常态, 娘子, 我得给我们挣个好前程, 我不想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就是山贼。 我抚摸着威龙的小腹, 我不图这些。 我们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 他却听不到我在说什么, 他只是握住我的手, 将一块玉佩放到我手上, 等我回来。 他走得义无反顾, 我站在山顶看他走远, 任风吹乱我的衣裙。 我总是可以被舍弃的, 任何人, 任何时候, 都可以轻易舍弃我。 我不知道一个女人 要怎么独自生下孩子, 柳靖和知道吗? 还是他其实没有想过? 柳靖和走了, 山寨也就散了, 往日交好的婶子, 姑娘给我凑了一点银子, 他们对我说, 岁娘, 多保重。 多谢, 我拿着那点银子, 寻一处村落住下, 安心养胎。 若是我足够心狠, 一碗红花下去, 也可免去这生育之苦。 但我舍不得, 分不清是舍不得柳靖和, 还是想要一个 不会舍弃我的存在。 我明知这很危险, 却还是义无反顾地 跳了下去。 我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的眉眼像柳靖和, 嘴巴却像急了我, 有着不合时宜的倔强。 我给她起名烟灰, 抱着她回了烟府。 我不在的这两年, 烟府扩建了大门, 更气派了。 门房见到我, 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二小姐, 是我。 不会吧? 大白天还能见鬼。 二小姐, 您不是已经死了吗? 死了? 对啊, 老爷夫人说的。 我愣住, 爹和娘。 二小姐被抓后, 未保清白, 主动撞到劫匪的刀上, 朝廷还给搬了贞洁牌坊呢。 可笑, 我抱着回儿的手紧了紧, 被抓的又不止我一个, 怎么就我一个撞了刀? 被抓的只有二小姐一个呀, 门房彻底糊涂了。 我明白了, 原来不是把我忘了, 而是打定主意, 要我来背这污名。 不, 不是污名, 是贞洁烈女的名声。 只有这样, 才能掩盖大姐和小妹也被抓了的事。 燕家出了如此劫烈的女儿, 其他女儿又会拆到哪里去? 可以照样给大姐和三妹说好的婚事, 许配好的人家。 毕竟那么大一个活人, 怎么能说忘了呢? 我笑出眼泪, 还不如忘了呢? 我的手越收越紧, 回儿难受地哭起来。 管家听到门房和路人喋喋不休, 又听到婴儿哭泣声, 气势汹汹地冲出来, 就要问罪, 却在见到我时耿住。 二小姐, 到底是经验丰富的老人, 她看左右无人, 急忙将我带进烟府。 她看着我怀里的茴儿, 欲言又指, 哎, 我去找老爷夫人。 管家的背影可以说是慌乱。 而我看着陈舍越发名贵的话厅, 拢了拢破不包不住的碎法。 我娘是个清高的女人, 不然她也不会偏爱才高的大姐。 她的眼神划过我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 定在茴儿的包背上。 一路仓皇, 小包被破裂的地方露出发灰的棉花。 她的眼神没有丝毫怜悯, 被人污了身子, 怎么好意思找回来。 我们家还做不做人了? 没良心的东西。 我爹拦住她, 女儿刚回来, 你说什么胡话? 说吧, 她为难地看着我。 碎娘, 你别怪你母亲, 她只是太着急了, 你应该也听说了。 我们以为你宁死不屈, 甚至受了朝廷的嘉奖。 如今, 你却带着一个野种回来, 这可是欺君之罪啊。 爹也不是薄情之人, 只是燕家上上下下那么多口人, 难道都要因为你失去性命吗? 何况你的小妹已经入宫为妃, 你的事若是让她的对头知道了, 会害死她的呀。 所以呢, 我问, 你还好意思问, 我娘出离愤怒了, 她咒骂道, 你就该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吊死, 而不是找回来, 让我们陪你一起人头落地。 回而哭起来, 我搂紧她, 真可笑, 骗人的是你们, 受苦的是我, 如今还成了我的错。 啪的一声, 她打了我一个耳光, 那土匪怎么不干脆把你杀了? 哈?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 我原以为你们不过是偏心些, 毕竟血缘之轻在这儿, 总归, 总归多少有些怜惜, 原来, 竟是巴布的我去死的。 碎娘, 我爹掀开衣袍跪到我面前, 算爹求你了, 你难道真要带着我们一起去死吗? 我娘一边去拉我爹起来, 一边骂道, 贱人, 贱人, 我做了什么孽生下你这个讨债鬼? 一唱一鹤, 我倒成了恶人, 原是我的命不值钱。 我也想洒脱地离开, 可我银子花光了, 回而又小, 离不开人, 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我可以不当你们燕家的二小姐, 可我没地方可以去了。 我娘怒急, 你难道想留下来? 给我钱也行, 一千两, 我一分不多要, 你们一分也不能少。 我爹站起身, 好, 不过你既然开了这个口, 我们的妇女亲缘可就断了。 我没说话, 难道是今天才断的? 大姐嫁了侯门柿子, 小妹入宫当了嫔妃, 如今的燕家拿出千两白银, 并不需要拼拼凑凑。 我爹将放着银票的盒子递给我, 拿着这银子, 走出这道门。 你就不再是我燕家的女儿了? 这姓, 你趁早改了去。 我接过木盒, 不出意料地看到了我娘怨毒的眼神。 我还有个问题, 我娘痴笑, 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为何恨我? 出世前, 我也从未和大姐小妹抢过什么, 哪怕是到如今, 我也愿意稀释宁人。 究竟为何恨不得我去死? 你被山贼抓了却不知保全明节, 还生下孽种, 难道你不该死吗? 我知道了, 不欲多言, 我抱着回儿起身往外走。 走到门槛时, 我回身看他们, 华府锦衣, 通身富贵, 我知道巷子口埋伏好了人, 等我出了烟斧大门, 就又会落到不知什么匪盗的手中。 眼见我娘眼中错愕, 和我爹眼中的心虚, 我冷笑出声, 我再傻, 也不至于毫无防备就来了。 若是我今日不能安然无恙地归去, 自有人会把我的事 呈给惠贵妃母家。 你居然存着背叛燕家的心思, 这次发怒的是我爹, 既然被识破, 他索性也不装了。 我说, 我既然已经不是你们燕家的女儿, 又谈什么背叛? 怪胎哪吒尚且懂得踢骨还腹, 踢肉还母, 我们生你养你, 你不知感恩便罢, 竟还怨上我们。 恬不知耻, 怪不得宁可被人玷污, 也要苟且偷生。 好一句苟且偷生, 我反唇相机, 若非苟且偷生, 还真不知你们踩着我的尸体, 过上了多好的日子。 旁人见了你们这道貌黯然的嘴脸, 还要夸一句家风严谨, 慈悲心肠。 我这次不再回头, 父母之爱亦可虚无缥缈, 不给我就不要了。 管家将我引到后门, 姑娘, 走吧, 别回来了, 改口倒是快, 我左右看看, 果然没人拦我。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此刻能护我周全的, 竟然是惠贵妃。 其实, 哪有什么人替我通风报信, 我只是赌烟家, 不敢同我赌罢了。 真讽刺。 我看着怀中天真的女儿, 她的眼睛黑白分明, 不安事事的模样, 让我的一颗心得到安宁。 生下回儿我才明白, 原来爹娘确实不爱我。 走吧, 回儿, 纵然只有我们相依为命, 娘也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 我并没有选择 带着银子远走高飞, 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践踏着 我的感情和身体, 却高枕软枕, 安享富贵荣华? 我偏要扎在京城, 做他们除不掉的眼中钉, 肉中刺。 稀有文君当炉卖酒, 我便效仿他盘下京中闹市一个酒楼, 当其掌柜, 一开始确实举步维艰。 隔三差五, 便有人来闹市。 我知道他们是谁派来的, 既要恶心我, 又不敢真的惹急了我, 隔靴搔痒, 小人做派。 我干脆到城边招了一群无家可归的乞丐, 男的看家护院, 女的下厨跑堂, 各司其职。 他们好不容易吃饱穿暖, 还有片瓦遮掩, 比我还珍惜这酒楼。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闹事的对上他们, 也只得鲨鱼而归。 我就这么在京城站稳脚跟, 无人知我是燕府二小姐, 众人只知道京城最实兴的酒楼是换楼, 而换楼的主人是个女人, 姓什么不祥, 名换岁娘。 一晃眼六年过去, 回儿正是闹腾的年纪, 店里的伙计都被她整过, 所到之处鸡飞狗跳。 掌柜的,你管管吧。 小姐又打烂我一筐鸡蛋, 碗也被她砸了十个。 我捂着额头, 只觉得头疼, 这跳脱的性子应当是随了柳靖河。 真是龙生龙, 凤生凤, 柳靖河的宰子会打动。 知道错了吗? 我问。 回儿正面必思过, 我看她小小, 一只垂头站着实在可怜, 便想给她个台阶下。 没想到, 她却闭口不答, 铁了心和我作对似的。 气得我上去戳她脑壳, 没想到一戳, 她硬生栽倒。 罚个站, 还能晕了不成。 就在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之际, 突然听到她的憨声。 竟是睡着了。 红娘吃惊, 掌柜的, 回儿她爹, 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生这么个仔, 绝非善累。 就在此时, 楼下街道突然热闹起来, 赢了, 打赢了。 红娘窜下去打听, 又跑上来, 上气不接下气, 喝了一口茶, 对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 得意地道, 打胜仗了。 听说受嘉奖的军队 已经快到京城了呢。 听到这儿, 我有些恍惚, 打赢了, 那柳靖和还活着吗? 我有些坐立不安, 柳靖和自然是有才华的, 不然她也不会凭一己之力 组建出一个匪债。 可她一去杳无音讯, 我不知她是马格果师, 还是扶摇直上。 但我总存了一些侥幸, 若是她回来, 不论她是马前卒 还是大将军, 我这儿总能给她留一口饭吃。 许是生活富足, 当初被她抛下的院队 渐渐消散, 我竟然开始期盼她能回来。 同我和回儿一起好生过日子, 人活一世, 总要图些什么。 我不图高官厚禄, 只图和家团圆, 回儿平安喜乐。 我想得很好, 她若活着, 我们一家团圆, 她若死了, 我便为她守洁, 不另嫁他人。 我买来腌制和漂亮的衣裳。 像怀春少女那般, 期待和柳静河的重逢。 红娘取笑我, 掌柜的这些日子, 泽泽, 真是仙女下凡。 小茴儿, 看来你爹爹要回来咯。 我笑着戳她脸颊, 就你话多。 茴儿却闷闷不乐, 每次提起她那便宜爹, 总要生气。 我将她抱在膝上, 你这是怎么了? 娘, 你为什么突然涂胭脂啊? 不好看吗? 好看? 那是茴儿不喜欢吗? 喜欢? 娘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 可是? 可是什么? 茴儿皱眉, 似乎在想该怎么说, 她还太小, 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思索半天, 她乃声乃气道, 娘在茴儿面前不打扮, 但是臭爹爹要回来, 娘就打扮。 哟, 红娘边往柜上麻酒, 边笑, 小茴儿难道没听说过, 女为悦极者容。 茴儿问,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女人会为了喜欢自己的人打扮得漂亮呀。 都喜欢自己了, 为什么还要打扮? 不漂亮就不喜欢了吗? 茴儿被这套东西绕晕了, 她捧住我的脸狠狠亲一口, 我最喜欢娘了, 娘变成大蜘蛛, 我也喜欢。 蜘蛛是茴儿最怕的东西。 她咯咯笑了一会儿, 又问, 娘喜欢茴儿吗? 喜欢。 茴儿是个丑八怪也喜欢。 喜欢。 茴儿变成大蜘蛛呢? 嗯, 我认真想了想, 那娘也变成大蜘蛛。 哈哈哈哈, 茴儿高兴极了, 她从我怀中跳下来, 又要去调皮捣蛋。 红娘见茴儿跑远了, 边擦柜台边和我闲聊。 掌柜的听说没, 这次能打赢达子, 全靠一个年轻将军。 她志勇双拳, 孤身冲入敌军阵营, 斩杀达子的首领。 不仅如此, 长得还俊。 我心吓一跳, 这位将军姓什么? 姓什么? 红娘思索伴赏, 姓刘, 还是刘的, 民要从街上过呢? 掌柜的到时候 可以凑凑热闹去。 刘静和, 是你吗? 许事尽香情更怯, 我一夜未眠, 天还没亮, 就起床梳妆。 同镜中的女人不再年轻, 她的眼角生了细纹, 岁月轻易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腌制水粉涂上去, 反倒不伦不类。 我洗去脂粉, 卸下满头朱翠, 只用一根银簪挽住头发, 换上平日里爱穿的青色衣裳。 九楼忙碌, 红娘她们早早开始干活, 掌柜的, 早啊。 无人在意我是否装扮, 茴儿没完全睡醒, 伸手要我抱她。 城门口热闹的声音传来, 我抱着茴儿走到窗边往外看, 银甲骏马, 是胜利之师回朝寿上。 队伍渐渐走近, 我看清为首的将军身穿白袍, 高大英俊。 他脸上带着一个邪宁的笑, 看着就不像好人。 他没再留胡须, 还晒黑许多, 是一张让我熟悉又陌生的脸。 柳靖和回来了, 他成了本朝最年轻有为的将军。 同我不配了。 我从小就有自知之明, 大姐和小妹长征短长, 唯独我是不配的。 无所长还去征, 徒增笑柄罢了。 我唯一庆幸的就是没有盛装打扮, 否则定然像极了跳梁小丑, 徒流难堪。 红娘大大咧咧, 她往我身边一凑, 问,掌柜的, 看到茴儿爹了吗? 我将窗户一关, 她死了。 啊,红娘吃了一惊, 刚要安慰我, 就听到回儿开心地拍手, 没人和我抢娘了。 我扑吃笑出声, 本来嘛, 没有柳靖和的日子过得不也挺好。 又听说, 柳将军在殿前授封定远侯, 风光得很。 又听说, 陛下原本想要给定远侯赐婚, 却被定远侯拒绝, 只说在老家早已娶妻, 侯夫人非她莫属, 求陛下替她寻人。 一时之间, 定远侯痴情的名声传遍全城。 人人赞她重情重义, 是可托付之人。 我听而不闻, 专心在柜台算账。 黑风寨早就散了, 定远侯要去哪里寻那个非她莫属。 我是人, 回儿也是人, 我们不是一棵草, 扔在哪里都能活。 红娘满脸憧憬, 真是痴情肿。 皇上原本要她上公主呢, 颇天的富贵, 说不要就不要了。 嫌分婶子把水盆往台面一摆, 痴情个什么? 也就骗骗你们这些小妮子。 婶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怎么了? 你还要为个八杆子打不着的男人 骂我不成? 红娘忙陪着笑脸, 哪敢呀? 也够不上不是。 明白就好, 她若是个负责的, 早早安置好婆娘, 能满世界寻人吗? 定然什么都不管就走了, 留她婆娘一个人颠沛琉璃。 闻言, 我心头一震, 还是婶子看得明白。 嫌分婶子终身未嫁, 父母去世后便被哥哥嫂子赶出了家门, 因缘巧合下被我捡回酒楼。 没想到她做得一手好菜, 也算靠手艺站稳脚跟, 也不是人人都和掌柜的一般有本事, 便是我年岁大了, 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也心慌得紧。 那年轻姑娘一个人挑拨, 该过的什么日子? 我正要应贺两句, 却听一声娇斥。 你这老妇, 说话嫩得难听。 一个娇俏女子从二楼探出半个身子, 柳眉倒数, 显是气急。 柳将军保家卫国, 舍小家乃是不得已知举, 到你嘴里怎就十恶不赦了。 贤分婶子一看那女子衣着华贵, 就知道是她惹不起的人, 为了不给我添麻烦, 她立刻打了自己一巴掌, 瞧我这张嘴, 姑娘莫往心里去。 那女子却不依不饶, 公然侮辱侯爷, 难道轻飘飘一句莫往心里去就算了? 还不将她拿下掌嘴? 女子身边的侍卫几步上前, 就要去抓贤分婶子, 我往她前面一站, 且慢, 天子脚下, 岂容你们罔顾罔法, 滥用私刑。 侍卫一愣, 转头去看那女子眼色, 她怒气更盛, 你又是谁? 我是这酒楼掌柜, 姑娘有什么, 不妨同我来说。 粗鄙妇人, 我同你有什么好说, 既如此, 还请姑娘一步, 恕不招待。 那女子身边的丫鬟上前一步, 指着我道, 大胆, 你可知我家小姐是谁? 不知道, 我只知道,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而本朝律例, 无一条写着 不可议论达官贵人的私事, 此事使我们私得有亏, 却并未触犯哪条律法, 岂容姑娘拿人去打。 女子怒道, 放肆, 是为上前将我抓住, 一脚踢向我的膝盖, 破我下跪。 丫鬟冲我仰起下巴, 脚舌根无罪, 冲撞公主却有罪。 这女子居然是当朝公主。 殿里众人纷纷跪下求情, 公主息怒, 饶了我们掌柜的吧。 咏阳公主道, 妄议定远侯, 伤我君将士之心, 冲撞本宫, 藐视皇威, 恕罪并罚, 就是要了你的脑袋也无妨。 公主息怒啊, 都怪老婆子这张嘴, 要杀就杀我吧, 嫌分婶子一边哭, 一边打自己的嘴巴, 求公主开恩, 求公主开恩。 婶子, 我用力挣扎, 银簪落地, 头发乱蓬蓬散开, 却被死死按住, 不得动弹。 娘, 是回儿的声音, 她不知从哪里也回来, 脸上一片黑灰。 她朝我冲过来, 伸手去扯侍卫的手。 她那么小, 自然没什么力气。 红娘, 将她抱走, 快。 娘, 回儿爆出惊天哭声, 直阵的咏阳公主捂住耳朵。 咏阳身边的宫女自然不愤, 她急不上前, 对着回儿的脸, 就是一巴掌, 毫不手软。 回儿被打猛了,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竟直接晕了过去。 红娘抱着回儿就要出去找大夫, 却被侍卫拦住。 她一跪下, 将头磕的通红, 求公主开恩。 求公主开恩。 我双目通红地瞪着永阳, 恨不得将她千刀万挂。 永阳笑道, 既然你眼睛不想要了, 就弯了吧, 你不能伤我。 我不想认命, 凭什么我要因为柳静和悲惨致辞。 我知道永阳公主气什么, 芳心暗许的是她, 被拒婚的也是她。 永阳痴笑一声, 有意思, 一个当炉卖酒的妇人, 还能有免死金牌吗? 她走到我面前, 弯腰捏住我的下巴, 尖细的指甲 轻轻划过我的脸, 徐娘半老, 若我是男人, 说不定真不忍心。 在指甲陷入我的脸之前, 我一字一句道, 你不能伤我, 我是柳静和的妻子。 一片哗然, 还是大公女最先反应过来, 你说是便是。 我说, 我何必撒这个谎, 是与不是, 一见便知。 永阳的手有些颤抖, 她眼神一暗, 众目睽睽之下, 她不得不放开我, 去请侯爷过来。 我忙将回儿抱进怀里, 幸而她呼吸平稳, 我忙派人去请大夫。 没事了, 没事了, 回儿放心, 娘在。 柳静和赶来时看到的, 就是这样一幅光景, 我披头散发, 恍若游魂, 抱着怀里的孩子, 喃喃自语, 她走到我身边。 丹西跪地, 岁娘, 我回来了。 回哪儿? 飞风寨的杂草绿了又哭, 她不曾回去看过一眼。 我此时一定很丑, 眼睛血红, 脸上还有红肿的掌印。 柳静和, 我上来不及发难, 就双眼一臂晕了过去。 后来的事还是红娘讲给我听的。 柳静和同永阳宫主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而后便守在我们母女身边, 彻夜未眠。 红娘高兴地道, 掌柜的, 你是没看到那老十字公主的脸色, 一阵轻一阵白。 我轻抚她的额头, 还疼吗? 不问还好, 刚一问她嘴一撇就开始流泪。 掌柜的, 吓死我了, 我真怕她弯了你的眼睛。 傻姑娘, 哎, 不说这些。 掌柜的, 你丈夫居然是柳将军? 怎么从未听你提起过? 如何提? 六年来, 她从未给我寄过一封信, 我也是刚知道的。 红娘见我难掩失落, 安慰道, 如今将军回来了, 你也能松口气而不适。 回而有个大英雄爹爹, 等她醒来, 指不定怎么高兴呢? 正说着, 柳静河推门进来, 红娘借口熬药, 先行离开。 此刻我心平气和, 已在床头看她。 我们六年没见了, 居然无话可说。 岁娘, 她轻声换我的名字。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你以前从不换我的名字。 柳静河一愣, 似乎也在思索变化的原因。 你见到灰儿了吗? 我问。 嗯, 你将她养得很好。 又是一阵沉默, 我闭上眼, 你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柳静河突然道, 你在生我的气吗? 气什么? 气咏洋公主, 因为我伤了你和灰儿。 你认为我气的是这个? 柳静河沉默良久, 才道, 咏洋并不是坏人, 她只是不知道你和灰儿的身份。 我不知道她以什么立场替咏洋辩解, 难道今日被咏洋弯曲双眼的是旁人, 就无所谓了吗? 可我没有力气与她争是非对错, 我太累了, 柳静河, 你走吧。 她静默片刻, 我明日再来看你。 晨光细微, 我刚打开房门, 就看到灰儿和柳静河站在堂中对峙, 一大一小, 一左一右, 大眼瞪小眼。 我拉过红娘问, 这又唱的哪一出? 红娘凑到我耳朵旁说, 将军刚进门就被小茴儿堵住了, 不许她上楼, 只听茴儿中气十足大吼一声, 坏人。 然后她就举着拳头冲上去垂柳静河, 煞有介事的样子。 可惜效果不佳, 柳静河直接将她抱起来,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打你亲爹。 茴儿气急了, 放开我放开我, 我才没有爹。 柳静河将她举到自己眼前, 就不放。 我轻咳一声, 茴儿立刻高兴道, 娘。 柳静河见到我, 笑容一致, 碎娘。 我朝她汉守柳将军。 听出我语气中的疏离, 柳静河颇为尴尬, 她将茴儿放下, 摸了摸鼻子。 茴儿跑到我身后躲起来, 只露出个脑袋, 偷偷打量她的父亲。 将军若是无事, 就自己找个地方做吧。 我打开门做生意, 并不想为了旁人影响生计。 柳静河也不多说什么, 寻了个角落坐着, 叫了一壶女儿红。 茴儿终究按捺不住好奇心, 她仰头看我, 娘, 她真的是爹爹吗? 我蹲下与她平视, 是呢, 爹爹一直在外打仗。 茴儿想爹爹吗? 她摇摇头, 又点点头, 茴儿也不知道。 我摸着她的头, 不用担心, 茴儿想做什么都可以。 她懵懵懂懂, 却还是跑到柳静河坐的地方, 抬起小短腿爬到椅子上, 你在喝什么? 柳静河见到那双 与她一模一样的眼睛, 轻轻摸了一下茴儿的头。 你要喝吗? 茴儿看看她, 又看看酒, 点了点头。 柳静河拿出一个瓷白酒杯, 针满女儿红帝给茴儿, 尝尝。 一大一小玩得不亦乐乎, 红娘笑道, 这小鬼还得阎王来捉, 小茴儿这会儿文静得不像话。 就在我心软时, 咏阳公主又来了。 她一改昨日嚣张气宴, 冲我迎迎一拜, 岁娘姐姐, 昨日是我唐突, 还请姐姐莫往心里去。 我的眼神扫过堂中众人, 闲分婶子的脸还肿着, 红娘额上破皮结痂, 便是最胆大妄为的 茴儿眼中也写着恐惧。 可我还能如何? 我朝她跪下, 公主千岁, 折煞我了。 她手忙脚乱地来扶我, 姐姐, 你。 够了, 柳静河走到我和咏阳之间, 她扶起我, 公主, 还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话是这么说, 可她却不敢看咏阳。 仿佛看一眼, 她就没办法坚定地选择我了。 咏阳漂亮的眼睛里含着眼泪, 柳静河, 我和你并肩作战的六年, 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柳静河长叹一声, 你走吧。 我和柳静河分开的六年, 是柳静河和咏阳生死相托的六年。 这六年, 让她不能再直视咏阳的眼睛。 我笑道, 柳将军, 你问心有愧。 她沉默片刻, 才道, 岁娘, 你能不能不要逼我? 我沉默片刻, 问她, 柳静河,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她疑惑地看着我, 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罢了, 你走吧。 我走去哪儿? 我哪里也不去。 你不爱我, 你留在这里只是羞辱我罢了。 岁娘, 你是享赎罪吗? 你劫走我, 又抛弃我, 我是你的恶, 是你的失误, 是你必须承担的责任。 柳静河, 你比我爹娘好一些, 可你们终究是一样的。 无人带我以真心。 燕碎若是死了多好, 燕家可以抱着灵牌眼父辞字笑, 柳静河也可以抱着灵牌眼情深不负。 燕碎若是死了, 世上便没有恶毒的父母, 也没有父心薄性的男人。 真是两全其美的事, 可是凭什么? 凭什么? 我的命凭什么就贱? 我在最痛的一刻自由了。 回儿跑到我身边, 娘, 你怎么哭了? 我抱起她, 娘是高兴。 高兴也会哭吗? 嗯, 高兴也会哭。 我收好行装, 准备带回儿往江南去。 出城的时候, 只见红娘和贤芬婶子 背着包袱等在路边, 顺路搭个马车。 我掀开车脸, 上来吧。 瞧, 总有人待我以真心。 此后天高海阔, 任我行。 对我看你最后有什么时间要。 亏和客总有什么信念的地方。 和客人的地区线沾, 它是开车脸的地方。